我发现日本人的疑心病真的很严重 今天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睡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对 就赶紧跑上去问司机 怎么办我一不小心坐到了终点 现在是11点18分 离下一辆发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好在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旁边有个服务区 让我从这个口进去去服务区逛一会儿 没想到公交车终点站还有服务区 一上去就能看到一个自动贩卖机 可这不是我要找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普通的自动贩卖机 可点开后我才发现它一点也不普通 我点了杯抹茶拿铁 日本人怕你怀疑饮料的制作过程有什么问题 竟然直接像这样用屏幕放给你看 能看到它在做的过程 做完了 做完了 他正在干干了 既然来了嘛就看看服务区物价怎么样 一串鱿鱼角36块人民币 味道到底怎么样 很嫩很脆 然后整个吃进去海鲜的味道 就是那种腥味 电视上介绍的鲜虾包16块钱一个 打开来是这样的 它是甘薯匣 里面也有肉 这个是肉 它会有这种虾干 这种小虾干 鲜炸的卡勒比芝士薯条19块 芝士肉包饭30块 里面有虾的章鱼小丸子40块 吃了那么多肯定要上厕所的嘛 可我没想到日本人连上个厕所都不让你好好上 搬完事情刚要起来 就发现厕所的屏幕上有个疲劳度测试 于是我就决定配合他测试一下 点进去后发现 他说可以用30秒测出你现在的疲劳度 先选择一下年龄 他问你现在疲劳 疲劳得 你点击测试开始以后就静静的坐在马桶上 他就会帮你测脉搏 原理呢就是便座上的感应器 右上角还会告诉你还剩百分之多少 结果显示我现在很疲劳 下面的小字提示我为了驾驶的安全 让我在服务区多休息 可再疲劳我也得从厕所出去 可没想到他又谈出一行小字 说我已经在厕所待10分钟以上了 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怕我出事 他们还有可能拍工作人员来看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